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 初尝 甜头 继续反弹 在谈谈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生指数表现 全日恒指 弹了238点 收报25734点 成交都算活跃 比昨天少一些 昨天有966亿 但今天也不少的 就有915亿 大家都知道 其实最近的成交 少的时候 600亿都不够 多的时候都是说六七八亿而已 那连续有两天反弹的时候 都超过900亿 都可以说是大成交 豁绝的大成交 就是说在这段时间特别的大成交反弹 有买盘支持的 我就是这样看 为什么会是有大成交去支持呢 因为昨天跌了24,900点的低位的时候 就和今年一月初的低位很相近 在那里14天RSI 连续两天低过19 即是严重超卖 所以出现了一个技术性反弹 那技术性反弹呢 就一反弹上来之后呢 就令到本周的形势呢 就稍微好转了一点 所以为什么说初常甜头呢 那当然你都可以理解 昨天港府派堂有点甜头呢 但我觉得初常甜头 其实就在这个技术指标这里 大家看看这个恒指周线图 连续四支阴烛下跌的 不过本周跌到24,900点 最低的时候是24,899.93 就是24,900 就和这里相差其实只有三四点 当日在一月初的时候呢 最低见过24,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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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接近了 只差几点而已 在这里发挥了支持 最主要是超买得很严重 于是反弹 出现了一支长脚阴烛呢 阴阳也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是脚长 在周线图持续跌小了 那么久之后呢 连续几周 然后出现了这支长脚 就即是回稳的一个讯号 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回日线图呢 昨天就已经是处光初现了 即是先低后高一支 差不多是光头阳烛 那就处光初现 去回之前那天 跌市的这支阴烛的一半的水平 今天就再上回来 这是一个回稳的迹象 那目前来看呢 仍然只能够当它是一个 超卖后的技术性反弹 但是有没有机会变成了一个 短线转灯讯号呢 就要再观察多一两天 就看下个礼拜初 删不删性了 第一个删性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上回去8月12号低位 这个低位呢是25825点之上 回补了这个下跌列口呢 那短线呢 就可以由红灯转成黄灯 就是回稳的信号 如果升穿途中绿色这条线 即是26317点之上 收在其上的话呢 就可以转成绿灯 那现在来看 希望它才收复25825点 看来不是很多的 今天最高的时候呢 其实是见过25798点 就是差两点是25800 如果对比呢 刚才说25825点 是差27点的 好像很少 但是就是有时就是这么少 它就收不到其上了 那所以今天就不能够转灯了 始终都是要等它收回在其上呢 才可以转成黄灯 然后才再盼望它可以升穿26317 那如果升不穿的话 转了黄灯又升不穿 即是转不到绿灯呢 那都是只是一个观望而已 当然啦 你说极度投机者 这几天可能有些朋友 博反弹不出奇的 不过如果普罗的散户呢 现在呢就是希望它转回做黄灯之后呢 就是没有那么惨 然后观望着 等它呢 始终都要等个信号 就是转回做绿灯 才是为之说 真是安全一点的 当然你伪高人胆大的 进了市的 那就是恭喜你 那因为我都说24900区呢 就有机会是短期的底部 今天的文章 昨天的文章都写了很多的了 那出到来似乎都是啦 也都现在呢 那个是短期底的机会都越来越大 但是仅是如此 我觉得普罗省户呢 都是以稳健为上 因为现在呢 内外的因素都还有很多 还是会影响到那个大市走势的 好了 讲到内外的因素 其实呢 中美贸易战方面呢 都有少少缓磨迹象啦 因为美国呢 就押后了向中国加征关税啦 其实特朗普一直示好 希望呢 就和中国主席 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就只能讲到说 希望和他再谈 那不知中国怎样反应啦 因为过去两次谈完之后 整天美国跟着又不算数 所以习近平都未必会理解他的 因为过去两次就是 谈完之后又说不加我关税 又说什么 那特别是最近一次 在大阪 谈完之后 说不加关税 怎知回到星期一号呢 突然间又说要加 将那三千亿的中国商品 加关税10% 过了几天之后 现在又出意反应啦 又就是说押后啊什么成的 那 但是就是和这麽反复的人去 make deal 就真是很难的 是吧 所以习近平是不是真的会 应若和这个特朗普会面呢 现在都是未知之数 不要一定抱太大期望 但是不要太大期望 美国现在开始有点让步 所以整体的形势 都是好一点点的 我们可以看上映指数 上映指数呢 就是你见得到 形势好一点 他今天收回上来 象征意义很大的 今天的收市位 这个是223.8 之前这个浪底是222.2 这一日呢 跌穿那一日 由这一日 就是刚刚8月5号这一日 其实那天收是221.5 那天就刚刚跌穿 这个222.2这个位 那当时就是 特朗普突然间说要加关税 然后呢中国的回应呢就是什么 人民币贬值 一贬穿7 那结果A股跌了 那现在特朗普说 可能压后部分的 那A股上回来 扎着界了 当这一点 223.8 就是升穿1点多 当这一点多是算了 毫比去 都是扎着界 就看中美贸易谈判的反应是怎样 才再定恒指 究竟是上啊 还是下跌 问题 现在就是去回呢 就是说可升可跌的水平 就是没有那么淡 而这个没有那么淡 是由于 美国总统特朗普 又放缓回来的情勢 所以其实整天的市场 是按着形势而转变 那大家要密切留意 最新的事态发展 那为什么特朗普又肯让步 他不是一向都想整死中国 其实那个心肯定是想整死 想你中国屈服 那个谈判那些条款很辣的嘛 除了要向美国买很多很多商品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条款的嘛 所以那时候原本说到就是 已经谈判了九成的条款都可以OK的了 只有有10%不OK 所以大家 那10%是因为很辣的 现在都应该会卡在那些问题上高的 那现在没有办法啦 既然卡住是吧 卡住之后 那美国加关税 但是突然间去让步 他不是很深 是因为面对国内自己的问题 特别是说现在是忧虑美国经济会 在今年下半年 和明年上半年之间的时间 会出现经济衰退 那这个经济衰退 就是因为市场看到那些债息的变化 昨天都跟大家讲到 市场其实那条支息曲线 理论上高 就是应该是越长期的债息 是应该越高的 短期的债息是应该低的 如果出现了这个倒转 即是长期债息是低过短期债息的 就叫做倒挂 市场一般就看两年和十年 就视为这个 如果倒挂了 就是经济衰退的一个很明确的指标 当然 除了市场也有些有力人士 就是联储局也有人这样说 就是看三个月和十年 其实那个倒挂了很久 那个倒挂是因为联储局很慢 减息减得很慢 因为他在联储局里面 有人说美国经济不是那么差 事实上有很多经济数据都不是那么差 昨晚公布的 美国的零售销售数据都不是很差 所以有那些联储局里面的理事 有部分不肯减息是正常的 但是特朗普就认为这个不正常 就逼联储局不停地减息 他就说就是因为你减得太慢 所以才是什么 知识曲线倒挂 所以美国经济就不够强 所以美国利息就太贵了 那个程度他是对的 因为美国利息如果相对于欧洲和日本 的而且确是贵得很紧要 因为那些地方很多的债息已经是负数 有部分经济很差的国家的债息 都是不够一利 而美国现在仍是比较高息的 所以就是形成了他说 你们要快点减息 总之就 卡住在那里 卡住在那里之后 那怎么办呢 我们看一下十年期债息 虽然一直不停下跌 预期它都是要跌的 之前的前浪底 就在1.359来的 现在市场都觉得今年年底之前 美国十年期债息都会破底而落的 因为三十年期长债息 已经创了历史新低 跌穿了两厘 不过最关键的就是 两年期债息会不会和它倒挂呢 刚才说过 什么叫倒挂呢 就是长期的债息 如果是低过短期的债息 就叫倒挂 那现在这一刻 十年期债息是1.5589来 而两年期债息是1.521来 就是两年期债息还是低一点 那还未倒挂 不过曾经也试过倒挂 所以这几天就是不停地 在倒挂和倒挂之间那里 想想落落 可以凌成市场的气氛 一时就好事坏 那港股其实呢 在这个这么坏 就是怕美国经济衰退的气氛之下 连续了两天反弹 本身就是说市场开始有回 尋找到一些支持 但是这个呢 都是很脆弱的 这个支持 如果真的美国很惊喜的衰退 美股又再大跌的话 那港股会不会又要赔跌呢 是吧 如果特朗普又在搞关税的问题 又在攻击中国的时候 或者是科技战 或者第二个战又撩起的时候 那港股没有受 所以说 为什么这一个24,900 是有机会是短期底部 都不说得确实 就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 的确实是一个低位 很有机会是短期底部 但是我需要一些局势 如果升上去的话 去进一步确认这一件事 好了 那讲了大致分析了 那今天有些什么股份呢 就是初常甜头 就是如果你说有些 偽高人胆大 入市 都有的 我相信因为今天 连续两天都九百多亿 相信都有些人 开始 就是蠢蠢欲动 那些股份好呢 暂时来看 可能是消费品股会好些 今天呢 或者昨天 其实就是李宁那些 都有创过新高 今天轮到一些啤酒股 青啤 青啤 青啤升成近一成 破了顶 创了52周新高 去到52.7 这个走势 都真的挺漂亮的 因为它在这个8月6号 跌了下去最低的时候 41.8 现在近期呢 升了两三 二十几个百分比 就是超过两成上来的 那今天破了顶 破了顶之后呢 就是升了很多 不需要一定要高追 如果它有回的话 譬如说去回50元 或以下 補一下部分裂口的话 那些位置可以想想 因为啤酒股 可能呢 现在呢 市场的钱呢 就是如果要博 可能就博这些 那特别呢 就是雨孽股 就比较差了些 那只奥优那些 又被人说去做数 那当然它否认了 否认了它昨天大跌完 今天就反弹了好些 但是可能有一部分资金 就是转换马了 去回啤酒股 除了青啤是这样之外呢 华盅啤酒今天呢 又是创52周新高的 升7.8% 收捕39.2% 亦都是破了顶上去 同样道理 现在如果说 升了比较高 那你便后它回回一点 那时才想 例如去回38元或以下 这样才考虑 那除了这些消费品股之外 那另外一个sector 都是有同层 和大家有讲到的 就是呢 一些本地地产股 跌得很惨 其实过去一个月大跌 好像新世界那样 那连续两天也是大反弹 今天再升了6.3% 去到10.42% 那后市短期 可能想试一试这个 保利加通道中族 大概是10元 11元以下的水平 那连续升了那么多 也是 不会高追着 希望它回到10元以下 才能考虑 那整体的形势来看 现在整体的 总结而言 港股其实呢 有机会 恒指在24,900 建出了一个短期底 那后市呢 希望它先修复呢 25,825点 站在其上呢 就转黄灯 要站到去26,317之上 才会转绿灯的 如果你现在呢 普罗省会呢 就先观望着 魏高人胆大的 可能就可以考虑一些部分 一些比较有资金流入去的股份 但是呢 再重新一次 现时的市况呢 仍然都是受到 内忧外患的困扰 大家呢 都是要小心为常 切记切记 好了 今天分析是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